泰国大选在99%的选票开完之后 自由派的前进党 以及另一在野的泰党得票数 都遥遥领先 现任总理帕拉玉的团结建国党 这项结果让在野势力大感振奋 终于可以朝向扳倒军方势力迈进 选票数目前得第一的 前进党候选人皮塔表示 他对于与泰党的被东单组成联盟 态度开放 并且以出任总理为目标 根据新修改的规定 泰国总理将由500位民选众议员 以及250名军政府任命的参议员 共同选出 因此反对党即使胜选 但是如果拿下的席次不够 不一定能顺利执政 必须与据军方背景的参议院成员 达成协议 就总理人选进行表决 而土耳其也在周日举行 备受注目的总统大选 现任总统埃尔段 原本领先挑战者基里达欧鲁 但是随着更多选票开出 他的优势逐渐缩小 得票率滑落到50%以下 虽然两个阵营都不接收 对方的计票相互宣称领先对方 但是在双方的得票率 都没有跨越半数的情形下 恐怕必须要在本月28号 举行百年来首次的第二轮绝选 记者综合报道